这个呢,就是Muynei的街上啦 那Muynei的这条街呢,它基本上呢,都是沿着这个海岸线啦 它是一条非常非常长的一个街道啦 在我的右手边这边呢,它其实就是海边啦 所以你可以看到在右手边这里呢,它是比较多resort的 在我的左手边呢,这里呢,就会比较多一些找货店啊,massage的店啊 然后呢,还有餐厅之类的啦 那六年前我过来的时候呢,我感觉这个Muynei这个街上它比较有人潮一点点 今天感觉非常非常的冷清耶,你看真的是没有什么人 我刚刚经过一些餐厅呢,都是冷冷清清的,一个人都没有 我现在呢,是来到了一个小罗隆啦 那这个罗隆走到尾呢,就会去到一个叫做Muynei Hill Bebekers Hostel的地方啦 这间hostel呢,是我六年前来Muynei的时候居住的啦 我还记得那个时候一个晚上是两块钱美金啦 那这个小罗隆呢,是有很多这个餐厅的啦 那时候我还记得这边是有一个卖这个薄饼的 不知道那个阿姨还有没有在 还有在的话,我就要去try看它的薄饼啦 好,我现在呢,是走到它的尾端啦 这间Muynei Hills呢,就是我六年前住的地方啦 但是它现在是起价啦,所以我今天就没有住这间啦 然后我刚刚一路走过来呢,是没有看到那个卖薄饼的阿姨啦 然后我还发现到这边很多店呢,餐厅呢都没有开了 然后就算是有开的吼,里面基本上就只有一两位顾客 哇,一个疫情把Muynei真的是弄到它变得很大叻 非常非常的冷情绪叻 OK啦,我现在要走回大街去看看那里有没有东西吃啦 我记得那边是有一档是卖板米的啦 所以今晚可能就会吃板米啦 这里呢,应该是Muynei这条街上 我看是最热闹了吧 这边的灯是比较多一点点啦 但是它的人潮吼,我看也是没有很多啦 你看它的餐厅也是空空的 我刚刚是过了那个板米的档口啦 可是它没有开啦 今天没有得吃那个Uncle的板米啦 是有一点点的怀念啦 它的板米蛮不错吃的 OK啦,我觉得前面应该是没有东西看的 我要走回去我的住宿啦 在我的住宿附近这里呢 有一个板米啦 就在这里买啦 哈啰,板美 我是不知道多少钱啦 不要,没有问啦 板米? 你想要吃鸡肉吗? 啊,鸡肉? 谢谢,多少钱? 五十元 五十元? 五十元 五十元? 五十元,OK OK,五十元,OK 五十元,我听到五十元,吓死我 其实五千元可以啦 买一个猪肉的 这边有卖水窝 今天呢,还没有喝到越南咖啡 我觉得 我应该要来一杯越南咖啡啦 嗨 五十五千吨啦 哇,surprisingly的便宜 那个板米是十五千 就是说那咖啡呢 是十千吨啦 哇,在外面这边 一般上这个咖啡呢 都卖一万五了 我以为在这个游客区 它会比较贵一点的 但是,哇,蛮surprise的 便宜便宜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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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